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你们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兴今晚能够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些 近日在香港发生的事件 或者一些正确困扰香港的问题 我们香港出路这个节目 目的是为香港寻找一条真正的出路 能够真正了解香港面对问题 就不是只是和大家大肆批评一轮 政府、机构或者某人某事主理问题的不当 大家发誓一轮就算了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问题的根源 了解不同的来龙去物 从而提出一些具体解决方法 令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可以做些什么呢 简单来说 如果你是那位负责人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会怎样做呢 因为我们觉得 香港过去很多不同的讨论的节目 但大部分都是说完就算 或者是大那一番 我亦都看见 其实很多香港的问题 之所以解决不了 因为我们根本都搞不清楚 问题的重心在哪里 自己在问题的现象 来到去讨论一番 我觉得呢 如果我们真正要解决任何的问题 其实都应该用以下的四部曲 第一 第一 我要认识问题的核心在哪里 第二 要认识到问题的真正起因 第三 是针对起因的解决方案 就很容易看得出了 第四 就是说 我们香港每一个人 能不能够做些些事情 将这个问题改变到呢 今晚我们会讨论 关于那个议论自由 以及一个真正有效的民主 在某个程度上 我们过去都有讲及的 最近我们发现 香港有份传媒报纸 似乎在这方面 是有少少新的突破 今晚和我们一起讨论 有金永賢 马国辉 和何佐治 好 或者先 金讲讲一下 你前几天打电话 告诉我们 你说 香港好像苹果有些变动 苹果日报 他的评论 转了版面 直接放公开擂台 他就没有预设 你知道 传媒本身有立场的 譬如你 他批评开一件事 如果你相反意见 我想大多数都不会登 如果你回应 但他就没有 相反意见 全部都可以接受 即是他 即是今次的擂台 是的 那个擂台 定位就是这样 是的 我看他也是想 用一个 真是去 认清问题的核心 即是 跟我们的看法都挺一致的方法 他好像越来越多人 跟我们过去那么多 那么久 还有这个电台 经常强调 香港解决的方法 即是问题在哪里 即是他说 希望 目的是要让大家 从辩论里面 是摸清问题的物乐 这样 那这个是很好的 但是呢 我们刚才所说 就是你了解问题的物乐 即是起因 最终最终 都是怎样解决一下 就是 这一步已经相当之好 那我们常常怀疑 我们各个在不同的场合 讲很多东西 那到底有没有人听的呢 那我觉得 其实真的有人听的 就是那些人 可能直接听到 或者监制听到都好 那好像今天 我在新闻报道呢 就听到原来 真人权呢 就有些 就是有些 对香港的 一些问题 有些解决的方法 的见解 那其中他提出一件事 在医疗那方面呢 原来他说呢 就说呢 我应该设立一个 是个人的医疗 那个储备金 是的 户口 那你呢 你自己的医疗费用 基本上是要自己负责的 这样 但是呢 如果你是自己 就是身体 照顾得好 那些钱都没有用完 就可以给你 是的 没有人会拿你的 是的 没有人会拿你的 看着特首在 在 金钟Conrad 开一个 选委会的答问大会 是的 他就是说到你刚才说的 这个是我们过去的 没有人会拿到你的钱 你死了 死了都可以给你 就是 你用来做链撞费 咦 那么似的 那是说的 很多年前说的 口吻一式一样 一式一样 我可以看得到 不要紧了 Donda 我奉劝 你都不必收回版权费 没什么所谓 我们的目的是 希望 做些事 如果大家都用这个方向去做事 那我们香港就有希望 其实我们香港出来 香港更加大行动 我们做这个节目 其实目的都是这样 每一个普通人 可以做些事 我们觉得 我们都是做一个小小节目 有机会在某些场合 去讲讲讲 其实是有影响的 很多人想着 一把小声音有什么用 其实我觉得绝对不是 我也有听过 叫做一百个猫 这个概念 如果多人去想 这件事的时候 突然之间 可能特首突然间感应到 有一个灵感出现 想到这些东西 其实没事的 如果多些人听过 多些人去想 自然会影响很多其他人 好了 我们经常说 香港的言论自由 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一向 刚才阿甘也提出 就是说 其实很多的传媒 媒介 都有自己的既定立场 不是一般人 所以为 是很开放自由 可以讨论得到的 其实很容易的 你只但找一天 在香港几份报纸 你买完 你一路去看 你会看到 是同一个 各项目的 一个题目 是说的东西 是完全会不同角度的 这个反映什么呢 就是反映 一个编辑自己的立场 其实呢 我经常都很 都向那些 就是学传媒的学生 有时来访问 做些这样的功课 那我都 就是经常解释给你听 就是 我们所谓 传媒经常很强调的 那个平衡报道 其实呢 这是一个很假的事 来的 这是很难做 很不可能的事来的 那结果呢 我亦都 一个月之前 又是 有两位学生 那好像 香港其中一间 大学里面 来的 那我也都讨论这个问题 那他都坚持 我说这个 我都明白 这个是你学校的老师教你的 你一定要 要尽量去平衡报道 那我就解释给你听 其实呢 平衡报道呢 其实是歪曲事实的 因为全世界的东西 没有可能一半对一半不对的 就是不要说 没有可能十个点里面 五个点是对 五个点不对 是不可能的事的 就是如果每一件事实 可能有七个点是正的 有三个点是负的 那这个就是事实 那但平衡报道呢 就会怎样呢 就将七个点里面 就切了四个点正面的 就用三个正面 再平衡三个负面 那是不是 就是将那件事情的真相 是歪曲了 那所以我经常说呢 平衡报道呢 其实是歪曲事实的手法来的 那但为何呢 为何全部会做这件事呢 我看到呢 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平衡报道呢 通常会用一些 在某种场合才会出现的 就当那个当事人 或者一个主编 或者一个主要记者 负责写这个文章的人呢 他可能对某种事 不太认识的 那往往呢 他就要小心点去处理 那他呢 就会用这种所谓平衡报道了 但你看见很多时候呢 有些文章啊 专栏啊 那些人自己很清晰 他的立场很清晰 那比如 好像今次的《苹果派》那样 《苹果派》那样 他们那几位写手 他们的立场很清晰,中指很容易看得出,这就是他们的立场,没有所谓的,只要你不要懒说你是平衡自由,其实你根本就不是。 好了,今次信汉珊说出,苹果批的立场是这样,但是我们的苹果论坛里面就不会有既定的立场,这是两回事,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经常感觉到香港真的,大家都要求言论自由,但事实上其实真的没什么,如果你有空间有一个平台,那你就可以说你想说的东西,但是你很难,如果你是没有这个平台,没有这个渠道, 你根本是说不到出来的,好了,苹果是一个大报,香港的两大报纸之一,我觉得如果他们走这条路,设计这个苹果的论坛,我觉得是香港,我觉得起码在那个报纸,或者在那个媒体,用那个文字的媒体,可能是第一次,我不觉得香港过去有遇过这些情况的,那么它的好处就是说,你不单止就可以自由投稿,你还可以是建议, 我们想讨讨论什么,建议讨论的题材,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那这个言论自由这个问题,在外国的情况有些是怎么样呢? 在加拿大,因为那个国家那么大,那么多个城市,就很多时候,就除了,譬如像温哥话,除了温哥话的本地报导之外,它会包括很多其他地方的报导都有的,就好像我自己, 我是香港来的,那么它也有报导香港的东西,不过就不是很多,但是,除了,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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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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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通常要寫得很簡潔,很少,很短短才行 在外國就要你一個項目,一封信裡面一個項目 又是蝙蝠那一項,問題太長 那他在加拿大那邊有沒有開放大氣電波 每個人都可以扮電台、電視台 這些都是有管制的,不是任由你開的 例如我講華人電台,最初幾十年前就有一個 這叫multicultural channel,越南人有幾個小時 印度人有幾個小時,中國人有幾個小時 後來這個multicultural channel,隨著華人人增加 幾個小時覺得不夠了,申請多一個電台出來 這個電台就欠頭的,那時候就有一個叫做 就是露華僑在那裏做的,multicultural channel也是他做的 這個新的電台也是他申請到的,但是呢 因為那個華人人增加了,廣告、節目和收益增加了 就有其他後來海外的資金就搶這個電台 最後就是香港方面的資金就賣到這個電台 用很多理由踢走了冷信 第一次就說multicultural channel也是被人踢走 他就開國工臣來的,第二次又是他開國工臣來的 第二次又是他開國工臣,又是因為不夠錢的關係 又是被那些大財團踢走了 那你說這樣是不是有言論字 那時候呢,就是財團是話事的 初初那時候呢,大家的話橋這麼高這麼大的時候 就真的很自由 很多事情都是大家唯一唯一做的,拍肩頭的 那現在就不是了 很多就算是民間華人機構 都是有一些後台在那裡 譬如有時八萬行那些 就是一個很有名的華人團體主辦 那些人有很多,但是他們自己 那個機構裡面的人就不會去行的 很多時候就是他們利用當地的人的華人的義工做工作 收益就是他們收益的 他們就利用這個地位,因為他們代表華人 就申請到政府很多分別 那你是不是公平呢 這個我現在就覺得已經是不同幾十年前 幾十年前真的很公平 因為政府的分別又不是很多 大家是唯一唯,拍拍頭,大家是同金共苦 大家是這麼高這麼大 就是沒有說你是博士,我是打工的 沒有這些事情 但是現在因為社會複雜了 就不但華人是這樣 其他族裔都是這樣 中東來那些也是這樣 韓國那些也是這樣 我在加拿大,我都住了九年 加拿大我們叫做多文化社會 Multiculturalism 政府就是很強烈這件事 很多大型的節目 很多不同的民種民族 來做他們的文化表現 這是政府已經批准那些 這是口號來的 是的 歷史上我們可以多說一些 如果你想聽的話 為什麼要搞Multiculturalism 主要是因為灰巴克省 灰巴克省是法裔人 那時加拿大和英國人和法國人 欠加拿大這個土地 最生氣的是英國人在一場仗 打敗了法國人 取得那個政權 所以法國人是很不服氣的 那時法國人人口不少 但是他們全部罪居在灰巴克省 打敗了之後沒有辦法 要被他們統治 但是他們又不肯說英文 到了聯邦成立的時候 因為他們人口多 直至現在灰巴克省的席位 都還是舉足輕重的 因為你取得灰巴克省 以及取得多倫多安省的席位 你就已經可以入主奧特華 所以法國人的政治勢力 選票的勢力是很大的 到七幾年的時候 就曾經試過有一次 Parte Quebeca想搞獨立 又殺了一些議員 又到處放炸彈 那時杜魯多是做總理 他就頒布了一個緊急法令 全部抓了那些人 這就是因為兵濟 另一方面 他說不如這樣 加拿大行商譽 所有的文件 除了英文之外 可以用法文 一定要用法文 所有的官員 一定要拜登局 那就是收買Quebeck的人心 好了 那你不能夠只尊重Quebeck 那其他那些 那其他那些 就 慢慢地 慢慢地 就被他們受尊重的 成為Multiculturalism 好 這是加拿大的文化背景 阿Donna 我對言論自由有兩個層面的看法 我想你都會認同 譬如你過往面對一些社會上的醫療問題 香港的傳媒永遠都是一面倒 尋西伊 但以我所知 亦都有電子傳媒 平面傳媒 報紙 亦都找你去回應 但是呢 很多又不刊 又不登出來 又不去報出來 在電子傳媒 香港的傳媒 永遠都是埋從權威 是的 這是很明白 譬如你在我自己的網站裏面 我亦都有些訪問 當時做完之後 他寫不到的東西 他不寫 他不登的 我現在都很聰明 我不會浪費時間 你來訪問我 我便會錄音 如果你沒有寫出來 沒有報道 我便會把整個訪問 我便會報道出來 過去一直都有這個情況 一般的市民以為覺得那份報紙攤開 或者電視台攤開 正反意見 都會尊重地播出來 原來好像不是 沒錯 其實最主要是那個廣告箱 影響力都很大 一來 一來 如果 容許我講 例如星島日報 最多醫藥廣告 是嗎 就永遠不會有其他的醫療體 例如中醫 治療 脊骨神經科醫生的觀點在裏面 全部都是西藥 那些體系 那些都被他玩了 就是這樣的 我們香港人經常有個錯覺 是新聞自由 傳媒 要客觀公正 這是一個口號來的 客觀公正 很難做 我始終覺得很難做 因為我經常這樣說 如果你是當事人 你認知的程度是局限於這種情況 還有一些法律的制肘 你會怎樣做呢 如果你遇到問題 你當然要保守一點做 這是傳媒的現實 所以我覺得其實不重要 始終我們生活在現實的社會裏面 社會有制肘 但最重要是不要給別人一種錯覺 你整個口號就是言論自由 什麼什麼 為民請命 講完這些口號 但真真正正 我們看到 根本就不是這樣一回事 因為我自己對傳媒的接觸都很多 我到有幾次經驗之後 我才領略到 傳媒基本上是一盤生意 你不要太認真 但沒有關係 做生意娛樂別人 沒有關係 你暫時沒有所謂 但不要掛一個懶崇高的口號 因為你根本不是做這件事 如果你用這種假象 你騙別人 不要騙別人 你喜歡做什麼 去娛樂別人 去賺錢 是一個天空地道的 香港是一個這樣 是容納你做這件事的社會 我記得很幾年前 我曾經跟一個病人 這樣談起來 年輕女 我說你都不要看完 那些無謂傳媒的報紙 那些文章 因為你會得到一個錯誤的世界觀 因為你所看到的世界 是一個外國的世界 那他跟我說 我很小以前 我已經不再看報紙 那我說 什麼意思 那些人是二十多歲 很久都沒有看 那為什麼呢 原來他有一次在小時候 在家裡的屋邨那裡 親眼看到一件 雙人事件發出現 就是他在樓上看到的 然後他就看到很多傳媒 翌日很多傳媒報道 他不知為什麼 他看到不同的報道 發現他說話 完全跟他親眼看到的 是完全不一回事 他領略到這個經驗之後 他就真的不會再去看 他覺得 我自己的經驗也是 傳媒一定是一個主觀認定的 因為他的時間局限 他的資源局限 他不是主觀認定去報道 他的節目是做不到的 所以很多時候 他們訪問你 都是幫你拍照的 他寫的 其實已經知道怎麼寫的了 很多時候 這個傳媒 是真的有這樣的事情 好了 那作為一個香港人 怎麼算好呢 我們希望資訊要多 很簡單而已 香港是可惜 暫時沒有什麼 所謂民間的電台 我們幸好 我們香港人民港的電台 可以利用一個 一個網站的空間 基本上可以做到一些廣播的節目 其實 真正的言論自由流 應該是什麼呢 在互聯網上的 如果大家有時間去那邊去探索 你會發現 真是資料方面 各方面的意見 真真正正的自由空間 是我們的互聯網這個世界 當你一提起互聯網 我突然想起有一篇文章 又是蘋果日報 不過是在商業版 那裏 即是財經版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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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他寫的就是 電視台 這個媒介 即是 已經差不多走向門路了 即是門路了 電視台 是的 那電視台是靠什麼衛生的 就是如果在香港來說 是靠百多億的廣告收益 來瓜分 那樣 那 就是 免費電視台 佔了大多數 所以 就是 走出來都懶大肢 這樣 他們那些人 即是我們天天做這些 經常見到他們那些 這樣 都是壞 在這裏批評一下 哈哈 即是 壓壓砸砸 這樣 即是給面色你看 這樣 那 即是 各位作者說 如果還是 那些免費電視台 或者其餘那些傳統的媒體 電視台 還是想著 怎樣去 怎樣去 還是想這些 怎樣這些廣告收益 怎樣 是 就注定失敗 即是 現在全部都是走向 即是未來 即是 譬如 或者再過多幾年 十年 即是 新生代 根本都不多看電視 直接不開電視 不看那些 直接在互聯網 加上 我們的技術 已經是 等同於電視 那麼方便 的話 你根本沒有運行 即是 不喜歡 那麼單向式 我們那些新生代 那時候911 都是電視遲過網絡 幾個小時 即是 那時候 我看過這個資料 最早是網絡先的 即是報道911 那件事件 電視然後才 幾個小時之後 才跟得到 不是啊 George Sir 你這個還是 再早點的消息 現在 其實最新的 例如好像 伊拉克戰爭 原來是那些 原來是那些 拿手機那些 比記者更快 是嗎 拿手機拍了影片 馬上載到網絡 就是YouTube那裏 是嗎 是的 Youtube 或者Google Videos 在網絡上 即是 報導中東戰爭 有很多人 就是這樣 反而成為 網上最出名的記者 是的 他用到手機 是的 他通過互聯絡 911那個blog 就是那個 我忘記那個 哪個人 但是他就是 用那個blog 那個channel 是最先報導 911那件事件 所以是這樣 所以 就是科技 會在 一瞬間 第二天 或者五分鐘後 就會 改變了生態 譬如現在手機的解像度 圖片或者拍影片 解像度那麼高 你根本是快速過你普通的攝影記者 因為他方便 而且他一插到電腦上 就馬上傳出去 而且他是on the spot 他剛剛在那裏 是的 你覺得你要去那裏才是 其實我們學新聞攝影 那些就是 不用說那麼多東西 能否拍到 你是否在那個電腦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技術 是令到傳統的媒體 已經差不多都收工了 主定是失敗的 一定是 不可以再操控這些言論 譬如 好像無線 這些所謂大台 他為什麼這麼霸道 我告訴你 真的很霸道 他出來 我喜歡暴力 就不暴力 暴力就暴力 不暴力就不暴力 是的 還有 你一定要光顧我 差不多 因為我免費 即他先天那些 其實你可以說是壟斷 又是資訊 你一定要通過他 就是這樣解 不是 怎麼會收那麼多廣告收益 技術就是改變了這個生態 不同的言論都可以 還有發放消息 其實是越來越快 還有快速 還有 暴漢已經是這樣的了 我聽說 還有很強 已經是這樣的 即他邀請那些 差不多是freelance journalist 你參加了之後 你申請後 他就會馬上幫你播 哦 即他發放的資料是一個network 即很多人就幫他爲料 你爲料他覺得好的時候就放出來 是啊 日本也是這樣 日本都有很多這些 即是 好像那個風雲人物 那個時代 時代 他都說 今年的風雲人物就是你 所以他 即是說每一個普通人 你有上youtube 你有上google 你可以做 這是一個很大影響性的 即是說 其實言論自由是 因為我們的科技 如果我們運用得好 我們可以加 即是提升我們的言論自由 是真正的 即是發揮到言論自由 這個理念的 好了 那我們 或者我們休息幾分鐘 再繼續 OK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 去過大自然裏面 我們脫了一個鞋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這樣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 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去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了 接地器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他那個擂台定了 他第一個項目 就是當然跟那個選舉有關 原來他第一次 就是報導那個 曾任權和那個梁家傑 他就 蘋果做一個獨家的訪問 專訪 問很多特首的問題 特首就答了一論 接著他讓梁家傑 公開問十個問題 問一下曾任權 你可以看到的 接著《蘋果》的評語 他說是答非所聞 火花淺房 大家如果有機會看到那篇文章 曾任權怎麼回答 你都可以看到 可以這樣說 是很大路的 沒有什麼實實在在的 灑官康 可以說灑官康 但是呢 你又去看看梁家傑 所問的十個問題 你一看 就十足十 是那些大律師 在法庭裏面 問的問題 基本上 他都知道 他都想握你 握個答案出來 他的問題 是做到 你回答出來 你怎麼回答都是衰的 我覺得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看到 基本上 你過去做了一些衰事 你下次會不會繼續做下去 這些問題 差不多十個裏面 大部份都是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 很明顯的目的是 打倒對方 但是我們經常說 希望香港將來會怎樣 講一下怎麼看香港問題 怎麼解決 你打贏他 當你真是黑馬勝出 來到選了出來 這樣就死了 不會因此而得益 我始終覺得 我們整個香港的大行動 我們整個都強調 其實 每個人做 其實真的沒什麼所謂 真的 但是如果我們的政治氣候 就說 每個人都想 希望上多台的人 有什麼行叉雜錯 有時就拉他下台 如果我們整個社會氣氛 政治氣氛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社會不會好 這世界上不是那麼多聖人 當然有些人做錯一些小小事 但大不了 他跟整個香港政治的前景有什麼關係呢 譬如說人家偷過買車 那人不是買不起 那又怎樣 有時不記得 坐到他都沒有運行 我認識他 很多以前 大家都在OGA 一個海外留學生協會 大家都經常說 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我所知下 譬如你家裏全部都是跑車 有10元仔來 跑車不能用 10元仔出來 你當然要買一輛 然後買便宜車 我覺得 很多時候 你會看到 我們現在的人的心態 都是這樣的 你上去之後 我就看你 怎麼錯了什麼 有什麼痛腳 我抽到你 我就拉回來 如果大家這樣想 我覺得香港問題 社會問題 這個世界問題 是改不了的 我經常很強調 其實誰做都沒有緊要 如果大家有一個 了解整個問題 要解決 都是用一個所謂 不是選舉民主 是用一個參與的民主 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 不是選了人之後 就看他有沒有做得對 不對 不對就把他扔下來 George有些什麼 我在加大生活了幾十年 回到香港 就覺得 香港是很喜歡 negative 提議會 尤其是小孩子 在加拿大 比較上來說 就是賺多個賺 香港就是 剛剛想法 賺多個賺 你有些好的東西 例如 就算你在加拿大 那些滑翔也是這樣的 那個小孩子 已經拿了十個 subject 裡面拿了九個A 第十個是B 那媽媽說 喂 為何這個不是A來的 這麼差勁 但是外國人就會 噢 那是完美的 You've got so many A's 真的完全兩回事 所以 小孩子 覺得是很 擔心的 香港也是一樣 我自己 剛剛教過那些小孩子 我發覺 現在香港的小孩子 比我們做小孩子 聰明很多 但是為何他們 讀完書出來的時候 那些語文這麼差呢 我相信這個是很大的關鍵 太過多negative comment 做到特首 都是這樣 經常都被人家 擔心 做到財政師 是這樣擔心 大家人的 所以不需要這樣 忠力 會在那方面 我覺得不可能 是否忠助人的文化問題 其實我覺得 在政治方面 在外國也是有這樣的情況 你台灣更嚴重 是一樣的 我始終都看到 為何我們人類的問題 始終都越來越多 好像美國那時候 克林頓也不是 他搞搞了一會 好像有人說 What's the big deal 有什麼大不了 是啊 如果這樣他沒有 他又過了骨 我記憶中 我有次在報道 好像說泰國 泰國國會議員 他也有提出 要求泰國國會議員 不要養那麼多小老婆 不要那麼多情婦 如果是這樣 那些議員裡面 大部分都沒有了 我覺得這個私人的生活方法 不是代表 他一定是為國家做不到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死穴 如果大家看不到 就是有些問題 不停地出現 一般傳媒 譬如說 我們要找個領導 領導人一定要高尚的情操 很高的道德操守 不是過份 只是這樣說 但是自己做不到 人是人 你可不可以通過 要求太高的時候 就是做不到 不是 沒有那麼需要 就是他跟他的能力 是不是必然有關係 如果他做得好的 以及他提出的改革 都是好的 但是他有時候 是啊 是禁煙 但是我喜歡吃煙 但是我不在室內吃 走出去吃 被人拍了一張照片 這個人吃煙 我們的領導人吃煙 但是到處都禁煙 他吃煙 又說這個不道德 又什麼 我覺得要這樣看 我們應該去看他做什麼 就是為他的職位 他任務下為社會做到什麼 就不是他的私人生活裡面 就有事情發生 我要看看 這事情發生 跟他做的事情 有沒有真的 是否看到有影響呢 如果大家這樣去看 給人家一個空間 人家真的要做事 你就給人家空間 去為香港做事 就不是去針對 你會看到的 我看到一個很不好的現象 就是 梁家傑的問題 完全是大律師在發城的問題 你回答就死了 你回答就死了 結果怎樣 最多就是打贏對方 但你打贏對方 不是代表你會做到為香港好的事情 是啊 我經常都是很強調 所以說 我們一般的人 就算美國也是 那些人選擇 選擇某個人上任之後 就再不問政治 不管了 做自己的生活 這就是一個問題 真真正正的民主 就是我們早期的 叫做Town Hall Town Hall的辯論 它叫做市政廳式的辯論 我記得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在Vermont 新英倫那個地方 我也參與過這些 有什麼事故發生呢 這是一個細城市 細灘仔 幾千個人 大家就去市政廳 聚集 大家討論 其實 民主 真正的情形 是這樣的 什麼市民都可以去討論 各國人都可以去討論 加拿大現在都用這種 都有 說我們香港沒有這樣 香港其實很多國家都不是 美國的一般人都不是這樣 總之我選了出來 你就做好他 你做不好你就落台 他以為就委託你了 代議政制 他做了一件事 他就幫你投你一票 大把了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真正的有效的民主 就真的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形式 從來都不是這樣形式成功過 真正的有效的民主 是要我們自己 真真正正去參與 你看到這個 各國蘋果的評論 他當時 第二天 就請了不同的人 譬如有一個是 中產的聲音 代表中產動力的人 也有些時事評論員 或者公民黨的 創黨的黨員 這就是一個好東西 請不同的人 去評論 他看到那件事 但你看到 他們的最後 那個蘋果的評語 都是講到 始終大家都 沒有去講 真正正的政策 那層面 應該做到什麼事情 就不好 就是講很多事情 都是為自己利益 好像阿金 你說你在看電台 聽到 聽證 還有 大問大會 那些選委會 那些選委問的問題 都是問他自己 關心他自己的利益 譬如醫療 不行啊 不夠錢啊 大佬 政府答應 撥多幾個百分比 去到400億 300多到400億 我由50億開始 香港人可能不記得 我由50億開始 醫管局出現之後 由50億增加到300億 400億 最大的問題 就不是用多少錢 最大的問題 是用多多錢 現在這樣做法 多多錢都不會夠 這個我們要了解 如果問題 可以給多3個百分比 5個百分比 10個百分比 或者給多一倍解決 那起碼有解決那些人 但我告訴你 你能看到 現時的模式 醫療模式 根本是 多多錢都解決不到 不是 你知道 800個選委 全部都是代表業界利益 你不是看整體的問題去解決 沒錯 如果他不是這個問題 他會被別人張開 你看到我們的制度的問題 不是 是的 我們的制度就是有些情況 就是你做總統做4年 你所關注4年裏面能夠發生的事情 有很多情況 你不是4年裏面做得到 有些情況 如果你是捱4年 之後會好 但因為我們整個制度 是導致 加拿大現在就是這樣 全部都是 大家可以了解到 很多問題的根源 如果你真的深入了解 你要知道 為什麼問題 永遠都解決不到 就是因為這些制度方面 我們人的心態 體事的心態 永遠都是照顧自己的問題 我記得我最近洗腸那件事 香港很多洗腸的公司 就馬上找我 看看有什麼對策 當時我開了好幾次會 我解釋給大家聽 其實真正的問題 就不是說你今次會長被人攻擊 這個會過的 很多人都會記憶 然後慢慢會淡忘的 但最緊要 要了解 為什麼消費者委員會 不斷來攻擊自然醫療所做的任何事 其實最終的目的 他們就要將來 再次 第二次 令醫療儀器監管的法例通過 我解釋給很多那幾間公司的人 我覺得我們真真正正要阻止 就是這條條例 因為這條條例 如果通過了之後 滿腸就好像美國那樣 要醫生寫字才可以用的 醫生然後監管之下才可以用的 這個是要關注的 但是當時你也看到 有一天見面就說不要了 就是他們覺得 他不即時解決自己的問題 為什麼看到 其實愛因斯坦說過一句話 如果大家真的去跟隨這個名言 他說問題是不能夠 在問題出現的層面去解決 要真正解決問題 一定要在另外一個層面 如果香港人了解這個 這麼簡單的道理 看問題的眼光去變一變 我們真的有辦法 是看到到底我們講的是什麼問題 我們好像醫療各方面 我希望那個擂台那裡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聽過這個節目 周漢先生他也上過來和我們聊過 我們希望我們的擂台 就說如何解決香港醫療問題的困境 這個就是我們給蘋果擂台一個定的題目 如何解決香港醫療問題的困境 其實我們過去幾次都曾經請過盧永樂 就來到大家去探討 大家看到很多時候 大家看不出來 大家會有很多問題的表面現象 表徵來討論去講 你要知道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們解決不了 因為根本不是問題的根源 雷永樂可能最近太忙 很多其他事做 很多示威 很多示威 所以暫時就不能夠繼續 我們看看情況 如果將來可以找到其他西藝界的人 我覺得是值得的 這是一個香港很關注的問題 我們用的錢是用了由三百幾億 就快變到四百幾億 但是最可怕的就是 那個問題我告訴你 你做四百幾億都是完全解決不了的 問題都不是說用多些錢就做得到 好了 Dr.我還要補充 譬如我看到答問大會 令我聯想起 其實弱勢 無論什麼弱勢社群也好 社福界也好 就是全部都是關顧自己的利益 是啊 就是 就是沒事的 我們那些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我們那些也是做過一些事情的人 就是怎樣找我們拍照片 拍照片 就是 譬如 你如果把我 醫學界抱著一個 剛剛 禽流感而死的人 這樣就可以了 拍照片出來 又撥一百億 你明白嗎 就是 其實那些界別就是這樣 去 去 去這樣拿 因為有效嘛 是啊 哈哈哈哈 比如好像有一個宣傳片 在Roseau那些 無國界醫生賣 戰亂連連 那些是動畫來的 戰亂連連 嘩 嘩 一聲 那個公仔 就躺在那裡 你看 我們 難民失救 請支持 無國界醫生 這個 表面就好像是有效達到它所要的利益 就是那塊餅去怎樣分 但從來沒有人去看那塊餅怎樣整頓得好些 大家都不用爭 大家都可以解決到的問題 這個是我們真真正正要需要的 但現在我們做的層面 在八百多人的層面 八百多人都是入面去拿自己的利益 是啊 有時候 很多人香港人都不太了解 到底政府 政府是甚麼來的呢 政府不是一個智慧的老人 公平分配資源 多多你說老人也可以 老人 老人 即不是一個智慧的長者 公平分配我們的資源 其實根本不是一回這樣的事 政府是一些大家的利益團體 是在大家爭權爭取這個有限的資源 其實政府就是這樣一回事 所以 如果你了解這個真相 其實你要真的自己去參與 沒有人會幫你做的了 我們知道這個地球上 只有5%的人是做事的 大概好像20%的人是看人做事的 其他人根本就不知所謂 都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現在的現象就是這樣 那問題就是你想不想真正賺食呢 你想不想製造一個制度 你不需要那麼辛苦 壞又壞又找不到食 結果都找不到食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制度 現在我們運作的問題 我們現時的處事的手法的問題 所以呢 我們就非常之好 《蘋果日報》就有這個擂台了 這個擂台是會令我們的言論自由這個空間 可以真真正正去做到一些事情 還有這些問題會清晰的 就是 你 你 我跟Dr.講 正如我演示 但你要 跳去另一個層面去看回問題 就不是抱著那個 抱著那個禽流感而死的人 怎麼 怎麼辦 好啊 拍出來找我拍的 一定拍到的 就是捐一百億的 大哥 就是 但是問題不在那裡 希望宋漢新就會 無所謂 我們那條路 其實都是 我覺得 我記得好像青商會很多年前 有本搜索的 都是這樣說的 我可能以前看了 自己忘記了 是那邊看回來的 總之 我們就 不要緊要的 我們如果能夠在那個擂台裏面 我們不要就這樣風花雪 大家說一說一說一說 沒有意思的 結果又是沒有事情發生的 我希望如果我們在擂台 我們那個定位就這樣 我要求 第一 我們講問題 到底合新在哪裏 認識問題合新 大家先講 這個問題 是怎樣出現 有什麼解決方案 第四 希望在擂台裏面的人 能夠提出一些解決行動的方法 如果大眾能夠付出少少的代價 就可以讓這件事發生 如果我們覺得蘋果日報這個擂台 是用這個四個的 所謂的frame 那個框框去做事 我覺得 就不會浪費很多彈藥 是遲早我們能夠為香港 衛出一條真正的出路 即是 我又要補充一下 即是蘋果叫做好些 即是好些 你知道全部都很厲害 他好像覺得邀請你 好像給你去 幫你做廣告 好像做廣告 又不知道你什麼居心 這樣 即是我們 有時我們都要跟網民互動一下 大家網民不妨給一些意見 我們四個人 有什麼居心 你不妨可以去測一下 如果有一個人 即是你 他能夠把他的解決方案 全面走出來 令香港變得更好 那他隨中也得到利益 那我其實有什麼所謂 你自己想想 在加拿大我有一個經驗 就是我認識日本人 有時日本的團體都會邀請我 去講一些關於腰脊的健康 那些 華人一定有 那個態度真的有不同 日本方面那些 真的比較上來講 攻擊很多 而且他真的有演講費給你 華人就不是 就是 可以帶你去做宣傳 香港傳媒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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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找你做訪問奉紙 那樣的 是啊 因為我天天做這些 天天天面對幾十個傳媒 那些樣子都是這樣的 是嗎 好像幫那個宣傳 那樣 不過那個叫做大有錢佬 沒得說 是 免得在這裏說 不過市場力量不可擋 如果蘋果因為這樣 不停地上市 其他又會效法 是嗎 都不出奇的 我希望 捉捉成果日報 這次的擂台是成功 他們的成功 香港人都會有新的希望 最近好像 司法者委員會有些行動 發生了什麼事 那個好像有什麼 外國分衣草 香港分衣草的事 哦 有個研究 用分衣草 塗樹油 引致到小朋友 就是 那個男生 就空暴發育 就是類似那些刺激素 就是 有幾多個 好像說有兩個 兩個 兩個 研究說 是 然後 小委會出來說 是 有這有老 是 哎呀 要管制 又多 又只會問西衣 我引述的是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 西衣 哎呀 不要 這些 美京證實 又不會 會這樣的 是 Body Shop 就出來回應 是 他就沒有講上文 是 是不是用Body Shop的產品 但是 看他這樣寫 應該是 Body Shop 就極力反駁 我們賣了二十幾年的產品 還有 用這兩種茶樹油和分衣草 已經有一百年的歷史 是 用的人可能數以幾百萬的計 從來都沒有試過 什麼 是 這 我有些個人的經驗 就是 我小時候就幫我老爸是 教那些驅峰油 就是 市面上 現在還可以賣的驅峰油 是 我小時候幾歲已經幫我老爸教的 就是 教他 不是 就是 做些油 做些油出來賣的 哦 很可愛 我不知道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那時候 已經有了乳房 天天對著 你可能要做變性人才行 但是 我又要說 Dr. 如果我有講錯 你指證一下我 是 喝點牛奶 吃點肉 吃雞蛋 大 大把這些激素 那些 也都 新聞 就是講國內 國內 很多這些小朋友 幾歲就已經擁有成年人的乳房 已經有很多 驚奇出現 有幾歲 三歲 五歲 最近好像有九歲已經收經 那是用不用 聽到 這個是大家共通的事實 竟然間就會有消費者 或者在我 會作出這樣的結論 不可思議 其實很簡單 因為全世界 只有一個 現在出現了一個 所謂叫做 地球一體化 其實藥廠 都是用這個 手法 以其名 為保衛消費者的安全 要立很多 規管 他們就 報道很多 這些 真是假的 大部份 我撞出 要幾百萬個 有一個兩個 就才真的是這樣 是不是要禁止 在我的工作裏面 我看很多 香港的鼻敏感 的新聞仔 他就經常以為自己傷風 他來寫病 在香港經常都傷風 我介紹給你聽 其實一個人傷風 是不可以經常的 通常你傷風一次 起碼有幾個月免疫 你不會說 每個星期都傷風 我一看 通常我就看他鼻孔 一看 鼻息很大顆 其實大部份人 根本是鼻敏感 好 很簡單 我問他 我們那個文卷很清晰 你想吃什麼 吃得多 很多時候 如果我看見他們 他很喜歡喝牛奶 很喜歡喝奶粉 睡覺又要喝 早上起床 喝幾杯 我告訴你 我叫他 很簡單 你停止 每天喝幾次 你停止你喝牛奶 你的問題是解決的 我告訴你 十個有七個八個 就這樣就解決了 好了 我們都知道 這個基本的 我們所謂治疑醫療的 基本的常識 牛奶是很容易 是導致那些人 呼吸系統敏感 西醫者都說 香港很多很多人 香港很多很多小朋友 都被敏感 如果你在那邊去 看看他們的飲食 你那邊可以找到一個答案 好了 皮膚濕疹 很多時候你看 是跟那些雞蛋有關 因為吃那些雞蛋 導致皮膚敏感 濕疹 好了 其實這些食物 所做出來的問題 是 我從來 我研究了香薰這麼多年 在外國發覺 上的course 從來沒有聽過 這些問題出現過 所有人都知道 現在的審問仔 乳房大 小朋友 有驚奇很早出現 看看我們食物裡面 很多抗生素 很多生長荷爾蒙 很多刺激素 這個是真正的起因 為什麼我們的香港消費者 會這麼有趣呢 好像蘋果有一篇文章 是關於香港消費者 又有講香港消費者 又是 蘋果可以講些什麼呢 講消費者委員會 你知道 我們的消委會 就經常批評那些壟斷 是 捆綁式消費 什麼捆綁式呢 你買層樓 你就 寬頻 電話線 手提電話 買報紙 他就批評這些 是的 蘋果一批 他說 你買那本 選擇愈可 又回答多 又回答多本 他就反問他 消費者 那本是免費的 免費 稍為做過生意 都知道 怎麼會免費呢 他就有兩個解釋 要是你浪費工廠 浪費我罵壞人的錢 要不是 就一定是捆綁式 那他呢 到最後其實很簡單 他們說的 就是 這個機構是無謂的 這個公營機構完全 浪費 浪費 要搞清楚 我想很多市民或網民都未知 消費者委員會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什麼獨立 或者由我們普通市民組成的一個委員會 洗公帑的 六千多萬 六千多萬 那他那個雜誌 每年那個銷路收益大概三百多萬 但是有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你說他不是獨立 他非常獨立 他是跨越法律的 因為呢 你是不可以叫 你不可以告消費者委員 嘩 又免費金牌 在那裡亂 就是 如果那個人 坐消費會 就是總幹事啊 或者主席那個人 和其他界別有利益上的 那就是 那就是 沒有太行 是的 我有時候要看一看 為什麼這麼刻意 過去這麼多年來 不斷地來攻擊自然醫療 我很多時候 我想知道 到底消費者委員會 那些人 那些 背後 有些什麼 可能有很多誓意在那裡 我不知道 值得去探討一下 等我講完 那他最終呢 他是叫 要是他洗公帑 就是洗納稅人的錢 他是說 反對捆綁式 但是他自己做捆綁式 又說別人壟斷 其實他最壟斷 那他說 不如這樣 我們納稅那時候 叫政府回水 我們有權選擇 不給錢給這個 那你就要捆綁式 我們納稅就是捆綁式 要養這些無謂機構 那他要求 我們納稅人就說 要有捆綁的條件 我們那些錢 雖然錢 就不可以支持這些 消費者委員會 你浪費我們的錢 那雖然每人都分單 可能都幾元幾號錢 都好啊 都好啊 OK 好了時間夠了 那我們下個星期 再和大家 聊聊天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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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